女孩是被她那所谓的虚张声势给吓住了 为什么女孩带你来到这个舞台呀 因为她觉得拿你没办法了 但是咱们像男人一样 咱们直面这个问题 周老师说的没错 你最爱的是自己 你是把她当成自己的一个物品 私有的物品 别人不得拿走 但是遇到别人想拿走的时候 你也没办法 你害怕 她哥哥推你了 你怎么着呢 你回来了 回来跟她呢 你要赔我医药费呀 你要去我医院 带我去医院 但是你跟她哥哥说 那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 有一个客户追他 你没有站出来面对客户 让自己女人在背后 你不是 你是背对着外人 然后面对着她说关店 所以这样的男人 你怕他什么呢 恰恰 他就是抓住你 我拿她没有办法 她能给我写差评 她可以去我妈那去告状 去造谣 所以我害怕 女孩这种 心里就会被 别有用心的男人抓住 就抓住你的弱点 你不怕吗 我就这么做 你也怕我就这么做 美其名曰 我爱你 所以说 你要透过表象看本质 她不敢 实际有人面对面地 针对她的时候 她就会退缩 所以男生啊 你这种虚张声势 外强中干这样的 骗得了小姑娘一时 不可能骗人家一辈子 你这种伎俩 你这种技巧 只能忽悠一段时间 明白吗 真让你拿出真格的来 你不敢 如果说真正去爱一个人 都不能去勇敢地去爱 用正常方式去爱 用自己的能力去爱人家 我觉得蛮可悲的 所以反过你先爱自己 正是因为你内心 极度地不自信 极度地自卑 你觉得甚至 你可能配不上这个女孩 因为她是很有能力的 在北京工作好好的 被你混了 然后到了唐山 是吧 然后自己做的店好好的 你要毁吗 你知道毁这个女人吗 你再反过来问 你毁掉一个女人的方式 去占有她 那是爱吗 不是爱 也许你自己分不清楚 什么是爱 我觉得通过这件事情 你要去认识 变一种爱的方式 如果你真是想 让这个女人 永远地留在你身边 并且能够对你 付出感情的话 用那技巧 见不得人的手段 是不能把人 强留在自己身边的 明白吗 懂吗 我觉得我要插句 不能爱一个 和自己完全 不匹配的人 因为那个人 他要把你拉到 跟他一样 那个水平上 然后他觉得 他才安全 这个非常可怕 他就是这种想法 少一个字 拉到一样低的水平上 对 但是我觉得 某种程度来说 其实他完全可以 抽身而走 一旦了解 他的真实的面目之后 你可以的 他什么也不敢 对你做的 你放心 但现在关键是 男孩我要对你说的是 如何自救 明白吗 这个女孩看起来 应该是 你留不住她了 但不重要 对你最重要的是说 通过和这个女孩相处 你要自己成长 自己独立 找到一种方式 能够爱自己 并且能够 因为有一个爱自己 能够让别人去 真正主动地去爱你 懂吗 找到那样的女孩 前提是 先让自己变得强大 变得阳光起来 你明白吗 希望你真的明白 如果你明白的话 我希望在一会儿 一分钟里面 你要向这个女孩道歉 或者说 在那扇门关上之后 希望你不要出来 你不出来 证明你 领会到了自己的错误 今后就是对你 一辈子都有好处的一件事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